27号是韩战停战协定签署届满70周年 那么这一天被北韩称为叫做战胜节 北韩官媒指出 今年中俄两国都会派代表到访北韩 那么其中呢 中国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 俄国直接派出他们的国防部长萧一谷 分别率团到访 那么外界除了关注北韩是否顺水推舟重启国门 也紧盯北韩在军事方面是不是有动作 美国有新一批卫星照显示 平壤今日成广场出现由人群排出的 其实跟胜利等大字 疑似在为阅兵大典做彩排 南韩媒体也透露 北韩很有可能展示最大型 而且可搭载核弹头的飞弹 美韩两国情报单位 现在都在密切的监控当中 哈喽我是郑慧良 想要抢身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智新闻的YouTube频道